過去我常犧牲國民黨是一個叫哥哥爸爸黨 你要有好哥哥 你要有好爸爸 或是說你要有好媽媽 你才能夠在黨內比較容易出頭 像蔣萬安一出來 就不是從議員開始 你看嘛 蔣萬安一回國就選立委 立委兩屆沒做完就當選臺北市長 請問國民黨還有誰有這種待遇 其實剛剛晃哥講的 我完全沒有辦法反駁 這的確就是國民黨的文化 像徐家青 你如果說以他來講 他只當過臺北市議員 如果在國民黨的話論資排輩 那個大概不要排到民國幾年 我憑良心講 作為一個政治工作者 撇開藍綠和異次行動 大家憑良心 我真的很感慨 鄭江春現在說 哎呀 如果沒背景的話 你只能選議員 想要出頭就很困難嘛 那其實大家都是想 然後跟朱立倫喊話 就是要全民調嘛 你看徐曉星話也講得很篤定 就是很擔心 萬一你玩一個現任優先 我又沒機會 所以你看啊 剛剛鍾小平 小平哥話也講得很辣 每一個人話都講得很辣 為什麼呢 要來跟朱立倫喊話嗎 因為其實他們這些市議員 我想我相信鍾小平 應該也蠻想選立委的 他已經想了很久了 就中正萬華區 對他們來講 每晚一屆 就是時間就戳頭掉四年 現在看起來也許是 年輕的世代新生代 但是在以徐曉星來講 再做個兩屆 他就可能後面會有更新的人 會上來 所以他們有一種 時間上的急迫性 這是第一個時間上急 第二個就是說 國民黨初選制度 就是他可能 如果照近平講的 應該是每個選區 就候選人自己去協調一個方法 所以到最後 如果以松山心理這個選區來講 我覺得最後費鴻泰跟徐曉星 應該協調不出一個方法 因為兩個人的強項剛好相反 對 所以一定不會同意對方的方法 那最後就看朱立文怎麼處理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 接下來這個初選 我們之前大部分在討論總統 總統現在表態要選的 跟可能要選已經湊兩桌麻將了 那立委可能會更精采 立委可能會更精采 可是我覺得他有點 有點像當年的日二戰爭 結果在中國的領土上打 就遭殃的是中國 最近因為國民黨的打仗 這個大象螞蟻然後大象打架 那陳建仁就變成那個大象腳下草地 就通通炮火都射到他身上 陳建仁有點磁於之殃 可是對國民黨來講 他們現在要解決的是 張建春講的 其實是國民黨長期以來的問題 你說像在國民黨裡面 沒有背景 像我旁邊的黃近平這種 沒有背景的人 能當選直轄市市議員 說實在都已經算是相當的優秀 相當的努力 那要選立委 真的很辛苦 不是說他實力不好 基層實力不好 或是說他拿不到選票 是因為你在基層 在要過黨提名這一關 不管是用徵兆用初選 過去我常常犧牲 國民黨是一個叫哥哥爸爸黨 有一首歌叫哥哥爸爸曾威達 就是說你要有好哥哥 你要有好爸爸 或是說你要有好媽媽 你才能夠在黨內比較容易出頭 像蔣萬安一出來 就不是從議員開始 你看蔣萬安一回國就選立委 立委兩屆沒做完就當選台北市長 請問國民黨還有誰有這種待遇 沒有 國民黨前一個有這種待遇的人叫馬英九 回國馬上當蔣經國英文秘書 然後當政務委員 當法務部長 然後就選台北市長 然後就選總統 那因為他們都有好的哥哥爸爸 所以我覺得對國民黨 這是國民黨長期 幾十年來問題 但是他始終無法解決 你看現在國民黨台面上的人 你隨便講一個都知道 講得出他爸爸是誰 過去當 鄭文燦第一次在桃園市長選舉的時候 我去幫他站台的時候 我最喜歡問一個問題 因為那個時候的 他的對手是吳智陽 那時候朱立倫是新北市長 我最喜歡問 那時候台北市長是郝龍斌 我最喜歡問他們一個問題說 那朱立倫的岳父叫什麼名字 台下都是高玉仁 吳智陽爸爸是誰 吳伯雄 郝龍斌爸爸是誰 郝伯春 鄭文燦爸爸是誰 沒人知道 這就是國民黨跟民進黨 最大的差別 所以我覺得這個詹江春 雖然我個人認為 以他的目前的level 還不到選立委的層級 但是他講的的確是 國民黨裡面一個問題 而國民黨這個問題 有沒有辦法解決 看起來很難解決 因為你現在看 我剛剛看那個畫面 站在朱立倫身邊的誰 叫傅崑奇 你身邊你的大將 他本身就是一個 靠地方派系搞家族政治的人 然後你要求你的大將 他們所設計出來的提名制度 是可以讓大家有公平競爭的機會 我覺得國民黨裡面這些新人 特別是沒權 沒事沒有背景的這些新人 可能還要再多努力一下 可能要搞一個黨內的小小的革命 才有辦法改革掉 國民黨這幾十年來的肉席 好 所以靖平哥 可能無法唱哥哥爸爸曾偉大 那不然來唱一首心疏 下人知道的 不是啊 詹江春現在這樣講 不是大家議員想要當立委 都沒機會了嗎 那你看剛剛晃哥說 可能需要一些小戰爭 你要不要一起舉起來 發起這樣的戰爭呢 其實剛剛晃哥講的 我完全沒有辦法反駁 再同意不過 因為你也深受其害 但是這的確就是國民黨的文化 所以我說為什麼之前那個 那個剛剛改組前幾天 我在友台有提到說 那個我看到那個有些年輕的 青壯帶的這個政治人物 進了那個政府行政院啊 各部會去擔任什麼政務次長 副的首長 然後要不然就是就是副 像那個還有包括客家會 委員會客家是委員會的副主委 都是周江傑 就是這樣就這樣上來 然後有的是從副的那個 那個局處首長位 不是那個部會首長位置 變成正的就變成部長 像徐家欽 你如果說以他來講 他只當過台北市議員 如果在國民黨的話 論資排輩 那個大概不知道排到民國幾年 可能那個很久很久都不會點到他 可是在民進黨裡面 他可以從喬委會委員長 然後就變成喬委會委員長 就類似這樣的一個狀況 也好像我隔壁的博文兄 他市議員他也能夠選上 新北市黨部的主任委員 曾經吧 現在也是 現在也是 那個就是在國民黨不可能 有像市議員當這個 市黨部的主委 所以我覺得這個 當然是兩黨文化的差異 所以其實詹江春 我這個學長他講的話 有時候他 他有時候他就是人來瘋 他講話有時候也是魚不驚人死不休 難怪會很阿薩里的 負十三萬給瑞德哥 對啊 然後但是他這樣的一個狀況 剛剛我瑞德講十二 你現在加碼一萬 他會有家庭革命 那總是會有他的包括什麼野百合世代 還有學運世代等等這樣子 不遺而足的每一個世代有一些代表性的人物 就是會起來 那民進黨 我不是說在捧民進黨多好 或是民進黨多好 而是說不管你 我們我很討厭的這個 我們看的這個共產黨 他有這個年齡的限制 踢隊的接班 那有在 站在國民黨的政治光譜 藍綠不同的立場 不喜歡的民進黨 民進黨也有他的這個計畫步驟的派系 就算是說派系的整合或是派系的利益 什麼樣都好 但是至少人家的人才是從這樣一個增補 我純粹從政治人才的增補的管道 那國民黨就屬於那種很傳統的大宅門 你那個大宅門 如果家裡的宅門不夠厚 子彈不夠多 這個銀礦不夠深 不夠那個雄厚的話就很難 所以我才說 當然我可以理解 徐曉星跟那個優俗會議員 還有張士剛議員 他們他們為什麼要用這麼辛辣的語言 用這樣一個博得大家的這個眼睛 眼球的高度關注 也注意一下 其實他們是幾乎同屬一個戰鬥欄的 這個體系 所以你看不管是 從趙趙剛先生出來的這些 關照他們幾個這個帶出來的 還有包括游淑慧 徐曉星 或者是張士剛 以及即將回到大安區去選舉 立委的那一席的羅志強 其實會變成一個group 所以大家注意看這個只是我覺得他們是一個棋手勢 就是銘槍的 那銘槍的當然對國民黨來說 現任的立法委員 台面上這些比較資深的前輩 他們當然會感受到很強大的一個威脅 所謂長江後浪推前浪 但是也不是說前浪就一定會死在沙灘上 只是說如果後浪跟前浪怎麼在這個浪潮 這個是要拍案驚奇還是波濤洶湧的時候 這個過程當中就會有一些局域產生 但是徐曉星他們在黨內 還有所採取的這樣一個做法跟路線 容獲或許比較激烈 但是我相信在黨內大多數 國民黨喜歡比較說以和為貴 這種這種傳統的氛圍 會比較不見容於這個黨部的 或是中央的上面的幾個長輩 跟民進黨的文化這種初選的時候 有時候刀刀劍骨 大選的時候又團結一致 但國民黨的時候 大選的時候就會留下一堆疤痕 又完全不同 所以我才會說國民黨有很多要學習 要改進的地方 那當然政治人才我還是建議 以現在我之前還在群組上看到 有一些人支持的在抱怨說 你看我們拿到那麼多縣市 十幾個縣市有什麼用 結果那些首長呢 有幾個禁用國民黨自己的人 如果是民進黨 這些縣市首長不要說六都幾都 那他們就會開始安排自己的人 就去做接一些 這個重要的幕僚位置機要 國民黨就是變得有點混亂 從前幾天說應該是昨天我才碰到一個好朋友 然後之前我有推薦他去某一個都 去那能不能試試看 結果沒有想到他沒有上 可是後來他就私底下跟我講說 他可能會去哪一個市政府的 這個這個府外的機構任職 然後有機會他也很謝謝我推薦他 可是你看到他幾乎跟我年齡差不多 到了這把年齡還要我去推薦他 變成當然是我自己推薦的 他不是是我自己 我覺得還蠻欣賞他 可是國民黨卻要用這種方式 如果在民進黨他早就出頭了 他搞不好就當立委 可是卻到了這個田地 這個地這個階段 他還沒辦法像民進黨的這樣發展 所以我覺得這是讓我 我平良心講了 作為一個政治工作者 撇開藍綠和異事行 大家平良心 我真的很感慨